好,所以我们知道哪些是好,要尽力去养成 哪一些是不好,要尽力去改过 当然从我们做起,进而当孩子的榜样 那这个亲所好,我们也可以把它再延伸开来 当作不只是父母 我们的亲人所希望的,我们做得到的也要尽力去做 比方说妻子儿女,一定希望我们能够多陪伴她 有一句话是说,所有的成功都取代不了家庭的失败 很多人说,现在我工作那么忙 哪有时间陪孩子 他们都说,人在江湖怎么样 这句话有没有道理 这个叫找借口 人啊,只要有心,一定可以把事情做好 那当然,确确实实啊 人情当中啊,也是有很多情况会发生 所以一定要学习一个能力 一个能力,叫拒绝的能力 不然你的时间通通啊,会耗在应酬 耗在很多对家庭,对人生啊 不大有相关的事情上 那,拒绝容不容易学 各位朋友,你觉得拒绝容不容易 不容易 不容易,好 拒绝他人哦,我们可以拿出两大法宝 这两个法宝拿出来啊 一般朋友就不会为难你了 第一个法宝呢,就是父母 比方说呢,朋友要找你去吃 这个,去花天酒地啦 你实在是不想去啦 一去呢,又要熬到半夜一两点 谈的都是什么 言不吉意 好行小会的这些言语啊 你实在也不想去 你这个时候呢,就可以把父母请出来 就跟他说 我已经啊,答应我妈妈 要回去了,今天晚上陪她 我已经一两个礼拜前就答应她了 所以呢,我得回去 一般的朋友听到你要回去探望父母 他会怎么样 他当然啦,应该不会勉强你 说不定你这么一讲啊 他也突然想到 哦,我也很久啊 没有回去看我父母了 反而啊,你这个拒绝啊 还唤醒了他的孝心 这是第一个法宝 第二个法宝是妻儿 当你不想去 这个无谓的应酬 你可以跟他说 今天晚上啊 我要跟我儿子啊 讲两个德语故事 都已经跟他约好了 因为啊 我现在一起跟他在做弟子规 要当我们的家规 那弟子规说 凡出眼啊 怎么样 信为先 所以孩子还小 我不可以私信于他 所以我必须回去 所以当你把这两个王牌拿出来 基本上啊 朋友不会 抢你 所难 那假如两张王牌拿出来 还是没用 还是硬要那里去 怎么办 假如是这样的朋友 我看人生应该有所取舍 这样的朋友怎么样 应该啊 敬而远迟然 好 所以呢 当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啊 就能够去 亲所好啊 立位去 那我们之前呢 也有提到啊 成婚定性 常常回家 看父母 那父母会很欢喜 那有一些年轻人 他也会利用啊 礼拜六或礼拜天啊 回家看父母 那怎么看呢 带着一两个孩子 一进门 就坐在沙发上 开始在那里看报纸 两个夫妻呢 都坐在沙发上 那孩子一进来呢 东跑西跑 爷爷奶奶啊 忙得 不亦 乐乎 在厨房里面 一大早呢 出去买菜 回来又赶快煮菜 然后 煮完以后呢 端出来 我们放下报纸 哦 吃饭啊 然后一起吃饭 吃完饭呢 也没有帮忙收拾碗筷 帮忙洗碗 吃完饭就说 妈 我要走了 拍拍屁股啊 把孩子怎么样 带走了 爷爷奶奶呢 坐在沙发上 喘了几口气 累死了 不如怎么样 还是不要回来 清静一点 所以 我们就要理解到 我们回家 我们回家探望父母啊 一来是尽孝心 二来啊 也要啊 多体恤父母 我们呢 跟父母先打好电话 菜我们已经买好了 那回去的时候呢 那回去的时候呢 夫妻俩啊 应该主动啊 去做菜 好 然后 这样才能减少父母的负担 那我们这一颗笑啊 才是真正 有尽到的 好 我们看下一句 生意 生意